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跨年夜王一博粉丝太忙了 央视搭配湖南 一晚上三个节目 2023年的最后一天 不少艺人粉丝都陷入了极度忙碌的状态 因为并非每个卫视的跨年都是现场直播 会有录播的情况存在 故而不少艺人都是同时出现在好几个好幕中 而王一博也是其中之一 首先出场的就是央视跨年了 王一博与吴童一起合唱龙族 龙族、龙族、不老的民族 那几鼓声声震人心 王一博与吴童老师的合唱气势辉红 唱出了天地辽阔 铿锵有力 也同样唱响了华夏精神 而在这场节目中 王一博直接中式套装出场 更是在表演过程中击鼓 豪迈有力 热血澎湃 即便是透过屏幕也能够感受到 现场的氛围有多燃 有多热血 随后便是王一博的隐藏节目 首个X秀永远唱不完的歌 他与大张伟老师合唱 作为陪伴了王一博多年的好哥哥 大张伟老师 汪涵老师都跟王一博一样 戴着象征着天天兄弟的戒指 当王一博与大张伟在台上唱歌时 汪涵老师更是在台下饮含泪花 饱含深情的歌声 驱散了冬日寒冷 王一博也终于又一次回到了兄弟们身边 距离他们上一次相见 正好间隔了365天 那时候的王一博带着无名而来 而在王一博与大张伟对唱的背景之后 是独属于王一博的绿海 即便如今天天向上不再播出 但属于天天兄弟们的情谊依旧存在 即便不常相见 但只要同台直接能够梦回天天向上 离家的孩子 如今又一次回家了 而王一博的第三个节目 则是独属于自己的旁观者 我只是从这世界经过 做一个平凡的旁观者 不疾不徐 自在游走 浮光月影间 思绪飘散 这是王一博的新歌舞台首秀 而他也是一晚上给大家奉上了自己的三套造型 王一博的旁观者首唱 现场极稳 舞台表现力也极强 在全场背景的绿色海洋中 王一博也是给大家献上了一首不一样的歌曲表演 在演员之外 王一博同样是为舞台而生的歌手 我看不见另一个银河 却相信时空 另外个我在更远的远方和我相遇着近一点 感受生命蓬勃 值得一提的是 就在王一博与湖南卫视跨年夜首唱歌曲旁观者过程中 湖南卫视跨年夜时时直播关注度直接登顶全网收视榜 王一博演唱的旁观者时时直播关注度有登顶全网收视榜 一整个跨年夜 一整个跨年夜 王一博粉丝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三个节目同时在短短四个小时之内播出 而且是央视与湖南台双平台跨年 王一博更是江湖南卫视跨年夜的时时关注 突破二写登顶全网 再加上王一博表演节目时的背景图 一直都是粉丝们给到他的绿海 完美的2023年就此落幕 也丝毫没有遗憾了 新的一年就到了 2023年的王一博给大家交出了令人足够满意的答卷 期待2024年的他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